這一次我精選十大宜蘭必玩景點給你們大家 園區內有超多動物 可以輕輕摸牠們跟牠們互動喔 瀑布這裡可以看到 廣闊的蘭陽平原跟海岸線 環湖步道我非常愜意 而且可以一邊欣賞湖景很棒 一人一千住包斗點體旅宿 招牌是櫻桃霸王鴨武器 有名的好鴨臥壽司 可以看到遠方的龜山島 天啊!這是我看過最美麗的日出 嗨大家我是李歐 因為上一次的台南十大必玩景點 大家反應不錯 一個月內有五萬次的觀看 所以這一次呢 要來精選十大宜蘭必玩景點給你們大家 那第一站就是 衛水之丘 衛水之丘擁有360度的遼闊景觀 可以俯瞰整個蘭陽平原 甚至可以遠眺那邊的龜山島 視野非常好 這裡懸空八百公尺 坐在這裡 非常有一個刺激的感覺 但在這邊的時候要特別小心 不要掉下去囉 哇!聽過神移啊! 衛水之丘其實是台灣民主運動先驅 蔣衛水先生的紀念碑 不過因為這裡的環境很清幽靜密 所以馬上成為熱門景點 但呼籲大家來的時候不要大聲喧嘩 或亂丟垃圾 共同維護寧靜空間喔 園區入口處服務中心旁 有另一個熱門打卡景點 就是擁有特殊傾斜牆面的櫻花橋 很像時空隧道一樣 拍起來很有意境 接下來是第二個宜蘭必玩景點 很有名的張美阿馬農場 張美阿馬農場是以日式庭園為主題 裡面有許多可愛小動物 一進園區就會拿到草料 可以用來餵食小動物 有瑞士的瓦萊黑鼻羊 就是卡通裡的笑笑羊 台灣特有牙種 可愛的梅花鹿 人氣很高 會頂橘子的水豚菌 還有袋鼠寶寶 烏龜 兔屯鼠 草泥馬等等 園區內有超多動物幾乎都很溫馴 餵食的時候可以輕輕摸牠們 跟牠們互動喔 但是除了這一集以外 小拍到嗎 有 來 再一下 牠的毛好粗喔 摸起來好像稻草喔 你要不要摸摸看 我要拿一個橘子來頂 橘子 很厲害喔 館內工作人員都很用心 揮著親禮動物的大便 防止民眾踩盪 園區門票200元 包含免費停車 餵食動物的草葉 在地點心一份 我這次選的是冰淇淋脆餅 內餡超多又冰涼很好吃 如果都付150元 可以再體驗甜點DIY 跟自裁有機蔬菜 我們的宜蘭閉館景點第三站 就是清水地熱公園 那清水地熱公園 他們本來的這個地熱池 是裸露在這個溪床 但是沒有任何的圍欄 所以會造成一些危險 那政府就於2010年的時候 打造出這個清水地熱公園 讓民眾可以更便利更安全的 在這一邊觀光 遊客甚至可以直接在 遊客服務中心購買食材 園區會免費借用 可以主食的竹樓 讓大家體驗野外主食的樂趣 等待主食的空檔 還可以到一旁的免費泡腳池 或是自費到湯屋泡湯 有吃又有玩 接下來是第四個 宜蘭的必玩景點 北門綠豆沙牛乳大王 北門綠豆沙牛乳大王 是宜蘭最有名的40年飲料老店 每到假日他們都會排上長長的人籠 價格比台北便宜很多 來宜蘭必滿 馬上來喝喝看 這個芋頭沙牛乳真的非常綿密 我平常是絕對不吃芋頭的人 但連我都覺得這個芋頭沙牛乳超飽喝 至於這個酪梨牛乳 綿密程度差這個一點點 但是它喝起來比較不甜 如果你喜歡不要太甜的人的話 這個酪梨牛乳也不錯喝 那另外還有木瓜牛乳 是他們的人氣商品之一 那我本身覺得他們的綠豆沙 沒有台南雙生綠豆沙好的 好 我現在來到第五個宜蘭必玩景點 頭洞坑瀑瀑 頭洞坑瀑瀑這裡可以看到 廣闊的蘭陽平原跟海岸線 水質清澈也不會太深 非常適合帶小朋友來玩 溪水裡也有很多小魚可以體驗腳底按摩 雖然走到瀑布上游要爬200個階梯 但其實只要5分鐘 真的很推薦要爬上來看看風景 享受冰涼的溪水 只要記得注意安全 狗狗小孩都能輕鬆抵達 入口標示也很清楚 從入口處走到有樓梯的下游 也不用10分鐘喔 我們今天是住雙車庫包洞民宿宜蘭小竹 民宿有挑高客廳跟超大沙發 大陸梯窗看出去是田園景觀 有完善的廚房跟客廳 甚至有電梯給長輩使用 共有四人房、雙人房各兩間 可住12人 我們廉價入住一人只要一圈超划算 每個房間都有大衣櫃跟浴室 洗澡都不用搶 還有附早餐有興趣的 我把病房優惠連結放在資訊欄裡 或是想住房間有湯屋的 上次我在礁溪住過一間 也很划算的卡美澳汁湯 可以看看我之前的開箱影片喔 第六個宜蘭必玩景點是 龜山島日出海灘 海天一現的景觀真的是超級漂亮 可以清楚看到遠方的龜山島 天啊!這是我看過最美麗的日出 比我們在澳洲黃金海岸看到的還漂亮耶 日出已經出來了 遼闊的海景綿延的沙灘 美麗的日出 今天三個願望一次滿足 太幸福了 不枉費我們四點半起床 天啊車走到沙灘只要五分鐘 來宜蘭一定要來龜山島日出海灘 我們到了下一個宜蘭的必玩景點 蘭陽博物館 那這個博物館它本身 長得有一點像一直在休息的金魚 博物館外牆也透過食材及助旅板 呈現藍陽大地的農田景觀 配上大片的玻璃反射 藍天白雲就像一幅畫印在牆上 它的頂部指向的就是遠方的宜蘭精神指標 歸山島 博物館天花板用的是大量玻璃窗 所以大天很明亮 館內的長射展設計得很好 以海拔高低為構思 內部規劃為四層樓 由上往下分別為山層、平原層、海層以及石光廊 展現了宜蘭的豐富樣貌 藍陽博物館的館內有一個很漂亮的天空步道 這邊很好拍照 而且還可以遠遠的看到那邊的龜山島 非常漂亮 藍陽博物館真的是很適合安排在雨天 或大太陽時候的室內景點喔 現在來到了宜蘭的必玩景點 梅花湖 那梅花湖是因為它的湖形長得很像五半梅花 所以才叫梅花湖的 它是三面環山的大湖伯 梅花湖可以選擇住他們的協力車 或者是步行走這個環湖步道 那如果有時間的話 環湖步道是一個非常愜意 而且可以一邊欣賞湖景很棒的方式 梅花湖的中心有一座小島 那我們要通過這一個吊橋 才可以到達中間的湖心島 那湖心島呢 它就是有點像這一個梅花湖的花園 它是一個一室獨立的 特別寧靜的區域 梅花湖湖畔也有許多動植物生態 搭配湖光山色給人療癒且放鬆的好心情 逛累了旁邊也有美食街 可以馬上飽餐一頓 有吃又有玩 現在來到下一個宜蘭的必玩景點 金車噶馬蘭威士忌酒廠 它這一個酒廠呢圓區非常大 而且停車是免費停車 然後免門票 是非常適合當作雨備啊 或者夏天太熱的時候的觀光場所 酒廠有教許多小知識 像是裝酒的橡木桶 與酒類發酵的介紹 甚至還可以實際觸摸馬亞的互動體驗區 讓你更生力其境 也能親眼見到巨型的金色胡適蒸溜器 能免費看到大規模酒廠的內部真的很讚 最後是酒庫 望出去一大便的橡木桶非常壯觀 在溜場旁的酒保裡有放在酒瓶裡的小藝術品 紀念品商店 免費適應的攤位 逛累了也可以到二樓餐廳用餐補充體力 一樓有義式冰淇淋攤位 但口感完全不義式 喜歡吃綿密冰淇淋的不推薦喔 下一個宜蘭的必玩景點就是 藍城精英的紅樓中餐廳 一定要提早定位才吃得到 餐廳在五星的精英酒店內 有四到十人的套餐可選擇 招牌是櫻桃霸王鴨舞汁 還有師傅在桌邊服務 烤鴨鮮嫩多汁 先把特調醬汁塗在脆皮烤鴨的內側 再包住起司跟白飯 就是有名的烤鴨臥壽司 真的是精緻又特別 大口大口的咬下 真的超幸福的 除了烤鴨以外還有海鮮 先煮石斑魚 片皮鴨卷三星松餅 鴨油麻婆豆腐 白菜包鴨湯 就連小菜都好吃到飽 飯後甜點也沒少 好那以上就是十個宜蘭的必玩景點 如果你有覺得哪裡很好玩 歡迎在底下留言讓我知道喔 那我們下次再見啦 掰掰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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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